有罩有罩 小心小心小心安全 火爆民宅发生纠纷案件 警方第一时间火速抵达现场 只是才刚走上楼梯 就能听到屋内传出争吵声 场面一度混乱 远警赶紧戴上房哥手套 上前压制嫌犯 总之他们就是吵起来 然后那还怎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后来事情就一发不可受死 我妈昨天回来的时候说 看到门前有血 然后警察在那边裁判 公寓经传砍人案件 附近住户全都吓坏了 事发在24号傍晚五点多 新北市淡水 情报调查 动手嫌犯和被害人 是二十几年的老邻居 却时常互看不顺眼 这回疑似不满 对方敲地板太吵 爆发口角冲突 无信嫌犯一气之下 冲到厨房拿西瓜刀追砍 被害人则拿起身边于山反击 双双挂彩送医 远警立即将双方隔开 趁续夺取西瓜刀 并立即通知救护车装 将双方送医治疗 直掉难双手大拇指严重撕裂伤 无难则头部插错伤 远警现场逮捕无限 查扣西瓜刀一把 熟悉两人送医后 都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一刀砍下去 不仅没能化解多年来的嫌隙 还得先背上杀人未遂行责 3电影前将往前来信用伯备采访报导